家里还剩下400克红枣 秀秀今天用红枣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我们先将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红枣直接倒入电饭锅中 加入1300毫升清水 放入电饭锅中 盖上盖子 按多了一键将它煮烂 煮好的红枣将它压碎过筛一遍 剩下的枣盒跟枣皮就不要了 再分多次少量加入600克木薯粉 边加边搅拌 最后加入200克白糖 慢慢将它搅至融化 锅中提前烧一开水 准备一容器 我们先加两勺红枣泥水 放入锅中大火蒸3分钟左右 整至像这样透明 我们再加入两勺红枣泥 每一次倒入红枣泥之前都需要搅拌一下 防止淀粉沉淀 这样每一次蒸好再加两勺红枣泥水 直至加至最后一层 大火蒸上10分钟就可以了 放入冰箱冷藏一晚上 第二天我们就可以脱模了 将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将做出来的红枣糕 枣香浓郁 软糯 清香 而且老少皆宜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